大家好,我是TYC館長 最近《捍衛戰士》《獨行俠》已經上映了 據說非常的好看 大家都說一定要看過第一集 再來看《獨行俠》才會過癮 今天館長就去找了這片 由德里影視出版的 《捍衛戰士》第一集 雙疊限定鐵盒修復版 那我們來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除了全片之外呢 它還有4K的雙疊 以及特別收入 它是有加證限量版的內容 包含電影原生海報 全新製片筆記 跟4張劇照點藏卡 首先這個就是我們的鐵盒 裡面就是會有4K本片 跟我們的這個特別收入 再來就是1986年 那時候館長都還沒出生 是這張劇照的紀念卡 以及它的製片筆記 這個真的非常值得收藏 如果你喜歡唐姆克魯斯 《捍衛戰士》這部片的話 我覺得這個價格 這個CP值絕對值得你買回來 我們快速翻過給大家看 最後就是我們的這個原生海報 這張海報也蠻大張的 大家來尿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以上就是我們 《捍衛戰士》第一集的 雙疊性硬鐵修復版 限量版 收藏版本 館長還蠻推薦大家去買的 只要1000多塊就買得到 如果最近沒有被炒熱的話 你喜歡的話趕快入手吧 看完之後 我們就趕快去看復興俠 據說第一集和第二集之間 相差了36年 跟真實的世界時間一模一樣 這36年期間 塔姆克魯斯成為了 《捍衛戰士》的教官 那你知道方基末去哪裡了嗎 他直接進化成蝙蝠俠了 跟尼可基曼 金凱瑞 湯米底雄師 展開一段莫名其妙的故事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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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